歡迎收看全民風車吧 大家好 我是以辰 天氣最近很多變喔 請各位多加一件外套 千萬不要感冒了 另外邀請各位訂閱全民風車吧 希望在今年 我們可以一起歡慶 四十萬訂閱戶 耶 謝謝各位的支持 另外 如果你對我的生活頻道 有興趣的話 也歡迎你訂閱起來 我會不定時的上架影片 跟你們分享 OK 好 今天回到正期喔 我們還是一樣要試駕 而且今天的試駕 對很多消費者來講 是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售價 跟之前小改款相比之下 大概差了四十萬左右 四十萬耶 非常驚人吧 所以如果你對這台車 有相當高的興趣的話 我認為現在會是一個 不錯的入手時機 今天我們要試駕的 就是Lexus的IS300H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售價 以及編程表 你可能會發現 欸 怎麼只有300H 它分為豪華 頂級 以及今天我們試駕的F-Sport 那在小改款之後 雖然它的價格 大幅度的下修了 但是呢 外觀 內裝 甚至它的安全 以及一些動力的邏輯等等 做了很大的改變 好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外觀 這一次在外型的部分 我覺得是非常有誠意的 因為每一個板件 可以說是完完全全的不一樣了 甚至在車頭的部分 C柱的部分 車尾的部分 全部高度都降低了 所以在整體的跑格感上面 比小改款之前 還要強烈許多 也比較符合2020的 當下的審美啦 那首先車頭來說的話 水箱護罩 車頭燈 位置都更低了 而且呢 家族式的 紡錘式的水箱護罩 它一樣是有的 但是面積加大了 而且在保險桿的左右兩側 也有一些進氣的造型設計 而且全部採用的都是 黑色的鋼琴烤漆 不但做了黑化的處理 而且呢 看起來運動感也是相當足夠 甚至在左右兩側 你仔細看 它還有進氣孔的設計 這個部分可以改善它的空氣力學 那頭燈組的部分呢 跟之前也完全不一樣了 小改款之後呢 跟頭燈整體整合在一起了 那麼燈組光源的部分 除了方向燈 採用的是傳統燈泡 其他全部都是LED 那再來 Logo的部分 可以看到Lexus旁邊 周圍有藍色的框框 代表它是油電混合動力 而且它採用的是平標 然後呢 擋風玻璃的部分 有一些鏡頭 有一些Sensor 代表它支援了 LSS Plus 2.0 也就是比較先進的輔助安全配備 讓它的競爭力也跟得上來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車側 車側的部分 一樣可以看到全新的造型設計 線條的走法是完全不一樣了 不如這樣 我們幫各位放上一張 小改款之前跟小改款之後的照片 各位可以細細的去品味一下 它線條現在是完全不一樣了 以線型小改款之後呢 其實尤其它的C柱降得更低 所以它有一個更類Coupe的那種感覺 以車頂的線條來講的話 走得是非常非常的流暢 那包含一些細節的地方 後視鏡 整體造型 也完全經過了重新設計 所以我才會說 它的小改款都很像大改款 再來鋁圈 第一次採用了19寸的鋁圈 那今天因為是F Sport的款式 所以葉子板上面 有一個名牌之外 這個大小的鋁圈跟造型 也是它專屬的 甚至在螺栓上面 原廠表示說這個螺栓 也是經過全新的設計 而且在四個輪胎 加起來的重量上面 會降低1公斤 不要小看這一公斤喔 其實1公斤對輪下重量來講 它的改變其實是還蠻多的 再來就是它的胎皮寬度 小改款之後呢 因為搭上19寸 它的胎也變得更寬了 它採用的是前後配的 前面是235 40 19 後面是265 35 19 車尾的部分 是我蠻喜歡小改款之後 IS的一個角度喔 從車尾看呢 其實它用了很多元素來設計它 而且看起來還蠻有點那種 改裝車的感覺喔 剛剛前面有提到 C柱以及車尾 它的高度都降低了 讓它的車尾的線條更流線之外 因為今天是F Sport的版本 所以上面又做了一個小壓尾 除了小壓尾之外 下面也有一些分流的造型 而且全部都是用黑色的鋼琴烤漆 車頭也是 甚至側裙也看得到 小面積的黑色鋼琴烤漆 質感很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在保養方面 可能各位如果你是車主的話 你要花一點心思在這個上面喔 好 另外一點非常明顯的 就是它的車尾的燈組 這個燈組你有沒有覺得很像眼熟 沒有錯 它就是參考了UX它的尾燈 做了這樣的設計 整體來說造型是非常搶眼的 包含它的排氣管採用的是單邊 雙出式的設計 很兇對不對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行李箱空間 開啟的方式是電磁閥開啟 打開之後呢行李箱空間 450公升 比汽油款式略小一些些 因為電磁模組放在 戰板下方 這個是鎖起來的 這個是打不開的 所以你把它掀起來之後 裡面只看得到一些工序組啊 或者是鉤子等等 椅背支援了64分離傾倒的功能 傾倒之後呢 雖然有一些門檻 有一些落差啦 但是以轎車 偶爾要臨時的空間拓展來說的話 其實還算蠻好用的啦 但是呢 我在這邊發現一個 比較特別的設計 就是它的椅背 有做了一個鎖扣 如果你把它鎖起來的話 從車內就沒有辦法操作 64分離椅背傾倒的功能 雖然我目前想不到它使用的時機是什麼 但是或許吧 如果有小朋友的話 你就可以要它不要彎你的座椅 這也是一個方法 或者是你有什麼更好的用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 跟我們分享 好嗎 嗯 我喜歡這種尊榮的感覺 這個東西其實很方便喔 如果有電動調整的方向盤 就應該要結合這個功能 假設我現在要下車 它就會縮回去 讓你上下車的時候方便 先聊聊一些 它讓我比較印象深刻的地方 第一個就是它的座椅 坐起來之後 哇 它的包覆性好強烈喔 它是運動化的座椅 它在腰部的包覆啊 或者是臀部大腿的包覆 非常非常的足夠 它提供了八項電動的調整喔 蠻有戰鬥感的 好 再來就是IS 讓我留下一個非常深刻的印象 直到我現在我都深刻的記得 它的儀表板中間這個造型 它是可移動的 我只要按下這個按鈕 哇 我每次試IS這台車喔 我就會一直按它的儀表板 我試駕的生涯其實不長不短啦 那試駕過那麼多車 很少有車子的儀表板 裡面是做可動式的 而且它是做實體結合虛擬螢幕可動式的 那平常它就顯示著時速啊 油表啊 轉速啊 等等的資訊 甚至你也可以查閱胎壓等等 如果你需要更詳細的資訊 你可以把它打開 它就會向右移 喔 酷 你就可以閱讀到更多的衍生的資訊 包含現在的電力系統啊 G值表啊 甚至是輔助安全配備 目前的狀態 警示等等細部的設定 你通通可以透過旁邊的螢幕來做調整 不用的時候 再按一下 酷 好 那麼 睽違幾年不見喔 IS這台車的確它有一些變化 例如說上面的冷氣出風口 造型是不一樣的 而且IS還有一個特色 就是這邊有一個實音表 車內也用數位表跟實音表那種感覺 是不一樣的 那後面還有一些類似閃電的造型 襯托在後面 那再來前面這邊有一個8吋的螢幕 這個8吋的螢幕呢 它的位置跟以前也不太一樣 它向駕駛者推了大概14公分左右 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因為它現在支援了觸控功能 之前是沒有觸控功能的 之前只能用旋鈕來操控 但是在改款過後呢 這邊還出現了這個觸控板 結合在一起輔助你操控 我覺得這個變化是還滿大的 那最主要這個螢幕呢 它甚至還支援了Android Auto Apple CarPlay 這是現在這個世代 不可或缺的兩大神器 再來它還有一個功能 連給大家看 近射的功能 所以讓這個螢幕它可以更多元化 假設你在等人的時候 當然在開的時候 它是沒有辦法使用近射的功能 這個是法規的問題 這個是安全的問題 但是當你停下來的時候 你就可以使用近射的功能 好 這是我們的頻道 不錯吧 那當然我覺得有一個缺憾 它沒有提供10吋的選配 如果有10吋的話 我相信那個使用起來 的確會是很爽快的一件事情 那當然另外的連接啊 像是FN、AN、藍牙等等這些 現在全部都是標準配備 絕對都是標準配備的 那麼再往下看 這邊提供的是雙區的恆溫空調 這邊有CD音響主機 那再往下看還提供了電熱座椅 F Sport版本提供的是電熱座椅 但是如果是頂級版本的話 它提供的就是通風座椅 甚至它還有三組的記憶功能 我覺得以頂級版的話 是比較實用的啊 電動座椅我常講 有 是很不錯 但是應該要配記憶座椅 它的意義才會被突顯出來 那麼這邊 不同的駕駛模式的旋鈕 這邊有兩個置杯架 中央扶手打開之後 裡面提供的是置物空間 12伏特電源以及AUX IN USB等等 接下來我們看看後座 後座的部分 先來看一下質感 整台車大部分的鋪陳 軟質的塑料 皮革 髮絲問飾板 組合起來的 前面也是後面也是質感是差不多的 那麼前面呢 目前我已經調整成我的標準座姿了 我的身高是180公分 目前膝部空間 如果讓我的膝部喔 跟腿部比較直角狀的話 離椅背最近的地方 大概是四個直頭 當然我可以選擇包著腳 往前放一些 這樣的話 因為它這邊有做一個內凹喔 在椅背的部分 這樣的話 膝部空間 就可以達到一個拳頭以上 就看你擺的角度了 再來 頭部空間 我之前試駕的時候 我應該也有講過了 因為它用了黑色的頂篷 再來 它的車頂做得比較流線 所以頭部空間 大概剩下三個指頭 空間表現上面是比較壓迫的 但是我覺得最大的缺憾 應該就是中間這個隆起 因為它採用的是後輪驅動 所以中央會有隆起 但是這個隆起 真的很高 所以我會建議你這台車 最好啦 最好在四個人 是最舒服的狀況 後面有提供了冷氣出風口 這邊有中央扶手 打開之後提供了兩個杯架組 那最後 它後面還提供了兩組 Isofix 今天要試駕的車款 是Nexus的 iS300h F-Squad 它的引擎變速箱 看起來好像都是一樣的 有一些數據 先讓大家了解一下 它搭載的引擎 是一具2.5升 Arkinson循環的直列四缸 汽油的自然進氣引擎 最大馬力是181匹 最大扭力是22.5公斤米 搭配的變速箱 是ECVT無段式的變速箱 當然因為iS300h 它本身是油電複合系統嘛 所以加上電動馬達之後 它的縱效馬力可以來到223匹 那在整個數據上面 或是表現上面 其實跟之前小改非常類似 時速0到100公里8.7秒 那平均油耗目前還在送車當中 但是依據我之前試駕的經驗 它的數據喔 平均油耗啦 約莫會在20幾左右 那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上官網去查詢看看 那我剛剛說到 它好像很多數據都是一樣的 但是其實它內部經過了 很多的不同的調教 試圖讓這整台車開起來 可以更敏捷啊 更有樂趣 好 那對我來說 因為我之前有開過iS嘛 但是現在小改之後 睽違幾年又再來開 其實讓我最有感的 其實是它底盤的進化 這個底盤我去了解一下 大概有來頭耶 這是Lexus第一台車 在他們自己的賽道 Shimoyama調教出來的底盤 那這個山有什麼厲害的地方 因為以前啊 車廠在調教車款的時候 你們各位一定有聽過 就是要帶去哪裡 紐柏林嘛 德國紐柏林 去外邊 那紐柏林為什麼大家這麼喜歡去 車子都要在那邊調教 因為它環境很惡劣嘛 而且地形非常的多變 對車輛的考驗來說 是非常足夠的 那Shimoyama這一座山呢 是Toyota這個集團 特別仿造紐柏林 打造出來的一段山路喔 它的上坡跟下坡 最高可以插到75米 也就是說它的整個路況啊 環境其實也是很惡劣的 那Toyota打造出這一條山路 目的很簡單 就是讓工程師可以究竟的測試 但是不僅在那邊調教 同時底盤用了很多的好料喔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去試駕啊 或者是你有機會摸到實車的話 不妨去看看它的前輪 把方向盤打死 可以看得更清楚啊 你會發現它的前輪 用上了鋁合金的上下之背 那甚至呢在後輪 不僅用了防晴桿喔 而且這個防晴桿 它是高張力的材質喔 所以用了高張力的材質之後 它的直徑啊 它的重量都可以相對的下降 甚至它的彈簧也做了輕量化 以上這些部件啊 減輕的重量約莫在17%到20%左右 你會發現比較運動的車款 比較高單價運動的車款 像是BMW啊 或者是賓士啊等等 他們都會選擇用這樣的材質 來做輕量化 讓整台車的操控可以更好 那甚至在很多車體連接的 部件的鋼材 採用了高剛性的鋼材 而且焊點增加 我覺得整體車輛的運動性能的調教 尤其在山路上 一回彎之後 哇 這底盤太扎實了 我覺得這種剛性的提升 跟動態的表現上面 我覺得是遠遠超過它的動力表現 所以我會這樣去看IS這台車喔 它是一台很好上手的入門轎跑車 然後畢竟Lexus這個品牌上面 還有動態表現 更兇猛的一些猛獸在 那IS呢 它很好上手 因為你不用擔心它不好操控 即便它是後輪驅動的車款 但是在整體的駕馭感受上面 它的底盤極限比 它的動力高出太多了 所以你可以盡情的放心的去駕駛 包含它現在加入了一些輔助安全配備啊 例如說轉向的輔助系統等等 讓你在過彎的時候 都可以盡量的避免轉向不足喔 那後輪驅動雖然是後輪驅動 但是因為循跡方向系統 車身動態穩定系統的加入 包含它的電池模組壓在後尾箱 所以其實後輪驅動 但是也顯得相當的安分 整台車喔 即便我調整到Sport Plus來駕馭它 我覺得它在轉向的過程當中 並不會有推頭的現象 也不會有轉向過地的現象等等 非常好上手 那是因為我現在用的是S Plus模式喔 會讓電子懸吊系統 接入控制的幅度更高 讓你在積列駕駛的時候 車身動態可以更穩定 而且各位看喔 即便它的過彎幅度 這麼大的彎道 它也可以非常輕鬆的通過 那唯一一點我比較不滿意的就是 我現在調整到Sport Plus 也就是最運動的模式 但是各位可以看看喔 我開一次給各位看喔 就是在出彎過後 我踩下油門 你有發現嗎 它的S Plus調校得還滿保守的 我一出彎之後 各位有沒有看到 它的轉速還是幫我維持在 比較低的位置 所以我一出彎之後 即便是S Plus 我踩下油門 我還要等待它 拉轉速的一個過程 雖然它有電動馬達 可以輔助前段扭力比較不足的部分 後面呢 這個2.5升的自然進氣引擎 拉起來之後 轉速有了 動力才會開始出現 但是這個等待的過程 我覺得是可以避免的 好 有一個很好的解法就是 用你的排檔桿 調整到旁邊的這個S模式 然後用換檔撥片 手動的降檔 讓它維持比較高的轉速 過彎 有沒有 整台車就像火起來一樣 好 例如說我過這個彎 我確定我在最低檔位 過彎之後我踩下油門 這個踩應該是S Plus啊 對不對 怎麼這次會調教得這麼保守呢 好 出彎 流轉速 然後再加油門 這樣速度就快很多 而且整台車的動態也順暢很多 不過還好啦 這個是小事 就照我說的 打到S檔 手動換檔 這個問題就可以解決了 那再來就是它的底盤 在懸吊也是滿不錯的 因為今天我們試駕的車款是F Sport 所以它搭載了電子式的懸吊系統 那如果是豪華或者是頂級的款式 它搭載的是KYB KYB也是日本名牌的嘛 KYB的機械式的可變懸吊 那它就是採用物理式變化 就不是採用這種F Sport的電子式 那今天很可惜 因為沒有試車 有機會的話再幫大家試一試喔 那我還滿訝異 這次降了價錢幅度這麼多 還可以看得到電子化的懸吊 而且有電子化懸吊加入之後 在不同模式的時候 像我現在No More 壓過一些凹凸路面 非常的舒適 那如果調整到Sport Plus 你會感受到馬上支撐性就被強化 這個就是電子化懸吊所帶來的好處 那在過彎的過程當中 即便我用比較快的速度去過彎 它在整體的支撐性表現也非常的出色 所以如果在假日 偶爾熱血 跑跑山路 它可以提供你很好的支撐性 但是你要在家人的時候 調整回來No More 你又可以是一個好爸爸 甚至你在回家的時候 各位還記得嗎 這台是油電混合的動力 所以你可以按這個EV Mode 你可以進入純電模式 所以動靜皆宜的IS300H 我覺得更適合電子化的懸吊 最後安全的部分 現在消費者的習慣改變得很快 現在已經快要變成 沒有先進的ADAS輔助系統不買 所以在小改款之後 為了要強化IS300H的競爭力 也加入了LSS Plus 2.0的輔助安全配備 這些東西包含了很多的項目 也是現在很主流很主流的 輔助安全配備 而且LSS Plus 2.0 它的自動跟車系統 是全速域的 也就是你可以跟到停 然後不用重新設定 你只要按一個鈕 或者是再踩一下油門 它又繼續跟著 甚至它還有LTA 就是車道循跡的輔助系統 也就是很多人也會講說 它是車道維持自動系統 它就會幫你微微的轉動方向盤 讓你把車輛呢 維持在車道的正中央 這個系統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你買一台車 常常長距離的通勤 快速道路啊 高速公路啊等等 都非常的實用 甚至它支援到的是全速域 也就是說在市區 你可能在市民大道下面 上下半的時間 你也可以用得到 好 再來就是 預警室的防護系統啊 那種就會變成輔助煞停系統 例如說針對車對車 車對人的輔助煞停系統 當你今天沒有注意的時候 快要發生碰撞 它會預先加壓煞車力道 讓你踩下去的時候 有更好的煞車力道 或者是你真的沒有任何反應 車輛會有煞車力道介入幫你煞停 又或者是它還有盲點偵測系統啊 在後置鏡上面啊 或者是ICS啊 智慧停車輔助系統 這個不是幫你停車喔 它是當你在停車的時候 它可以避免你撞上前方或後方的物品 這個也很實用吧 我常常看到有人停車的時候 前撞撞 後撞撞 或者是後面本來一看沒有人 倒車的時候突然有人跑出來 這個時候這種智慧停車輔助系統 那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啦 所以在小改款之後 售價不但降 甚至在安全配備上面 比以前還要來得更豐富 各位從前面聽到現在 應該有發現不論是外觀 內裝 調校 懸吊 底盤 甚至配備通通跟著補上了 但是售價 噓 所以我前面才會強調 如果你對IS有興趣的話 現在絕對會是一個入手的甜蜜點 以上就是試駕 LEXUS IS 300H 全部的心得給大家參考 最後你真的要說這台車有什麼缺點的話 我覺得它的這個缺點喔 從以前到現在都一直都在 那就是它的排氣量 對於台灣的稅制來講的話 真的是不太友善 因為台灣是600一個級距嘛 所以64 24 24以下 但是它的排氣量 哇 是2.5 所以很多人在購車的時候 或許我不知道你們在不在意 各位在意這件事情嗎 歡迎在下面留言 我們一起來討論看看好不好 好 最後希望這則影片有幫助到大家 那你有什麼意見的話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 讓我知道大家一起討論討論 好嗎 我是怡辰 我們下次見 掰掰